好久不见的国宝级相声大师吴赵南 今年受国光剧团的邀请 特别从美国返回台湾 高龄88岁的他这次不说相声 而是要回到他的老本行《青剧》 和魏海敏、唐文华共同演出《访棉花》 以及他的拿手好戏《打面刚》 将在中国新年粉末登场 吴赵南老师他也会透过镜头 特别用相声跟新唐人的观众朋友拜个早年 我姓吴叫吴赵南 今年88岁 留着白色小平头 好久不见的国宝级相声大师吴赵南 受国光剧团的邀请 特别从美国返台 要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新年粉末登场 不过这次吴赵南不说相声 而是要回到他的老本行《青剧》 戏剧演员说相声的人 我应该尽我的责任 虽然都80多岁 马上就89岁了 我还能够服务一天 我就要尽我的力量来贡献 使大家听了相声 身体健康 严年益寿 何家欢乐 谢谢主委 不敢幽默风格 吴赵南还开心拿着黑白照片 分享他在20多岁时 和名金巨花旦戴喜侠 共同演出的天女散花 也透露至少参与200出的金巨演出 认识不少明觉 说着说着 吴赵南现场就来一段 耳熟能详的保德明 后头呢还要接这个灯光 暴地是一团和气灯 和和二胜灯 三阳开太灯 是四季平安灯 五子多窥灯 六国风向灯 七彩子路灯 是八仙过海灯 九死十生灯 十面埋伏灯 这个灯 那个灯 那朋友来一套灯 是吕布戏貂蝉 大闹风一停啊 灯灯气灯一灯 那时候还上灯壤子表演 后来怎么看不见那个样子了啊 为了不让剧迷失望 相声大师吴赵南 将一两出经典戏码 和金剧名林魏海敏 国光剧团一级演员 唐文华 共同演出访棉花 以及他的拿手好戏打面纲 吴赵南也趁着年节前戏 特别用相声 跟新唐人的观众朋友 拜个早年 新唐人亚太电视 卢天长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